引言清王朝中后期 经济越发疲惫 国力停滞不前 列强趁此机会来到资源丰富的东方大国 清王朝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人们生活陷入困苦的泥潭中 众所周知 清政府为屈辱的赔偿列强所未损失 在民间大肆搜刮民之民高 国内阶级矛盾激化 外国资本主义势力随列强的侵入深耕中国 中国国内社会矛盾加剧 由于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 生活在广西一带的拜上帝教组织再也无法忍受清廷的统治 一场由下而上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战争就此打响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且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 太平天国运动对中国的发展有深刻的消极影响力 其所建立的起义政权也和清政府分庭抗礼11年 然而 在清政府和列强势力的双重绞杀下 太平天国运动最终失败成为历史的烟云 回顾这次农民起义运动 从开始至结束的短短11年间 使中国人口从原来的4亿锐减到2.4亿损失惨重 可以说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浩劫 它严重造成了中华文明进程的倒退 太平天国的领导集团中 绝大部分人没有明确的制策之谋 没有长远的目光 没有足够的凝聚力和决断力 全是自私贪婪 残暴阴险之徒 领导集团尔虞我诈 分崩离析是造成这项起义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 所谓向世人呈现的无处不均匀 无人不保暖的人间天堂 不过是洪秀权 杨秀卿等被欺瞒民众 为保一己私欲的璀璨外衣罢了 除此之外 作为一个仅仅存在了11年的农民起义政权 太平天国中官员的腐败比之清王朝更胜一筹 早在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之初 以洪秀权为核心的领导阶层就打着教义的名号 禁止父母子孙 兄弟姐妹相见 实行男女分管制度 极大破坏了正常家庭生活和社会生产力的进步 太平天国运动城市之后 每经过一座城市就会肆意掠夺百姓财富 抢征居民入伍 对社会经济破坏严重 天平天国运动上层领导阶级腐败好色 作为天王的洪秀权 共拥有2300多名的妃嫔 女官 实在令人骇然 不仅如此 天朝还实行反恐运动 焚烧儒家书籍 禁止百姓阅读 以儒家为代表的诸子百家书籍 这对中国传统文化破坏十分严重 太平天国运动曾有多次机会 能直接推翻清王朝 立足中原 全因统治者的安于享乐而中道崩粗 今天起义之初 洪秀权就率领农民大军九宫桂林 一直调动所有兵力在这座城池攻打了整整三个月 而当时湖南地区清军守军十分薄弱 起义军若是能一举北上攻下湖南后达到长江流域 清王朝根本没有机会集结大军 起义军攻下永安后 洪秀权未满足私欲 在禁军途中称帝并分封武王 这直接导致太平天国的领导核心纷争不断 自相残杀 起义军攻克长沙 九江后竟选择沿江东下 占领南京并定都于此 要知道 林凤翔 李开芳等太平天国将领所率领的两万人军队 已经一路打到离北京仅有一百多公里的天津靖海线 如若继续北伐 清政府必败无疑 起义军定都南京后 洪秀权等领导核心就开始了花天酒地的生活 天王洪秀权 东王杨秀卿等人大兴土木 大肆选美 洪秀权更是在位踏出城门一步 奢民享受的背后是普通百姓的噩梦 领导集团横征爆脸 巧立名目 变捐 月捐 日捐 门牌税 人头税等税目数不胜数 节语综上所述 太平天国运动无疑是一场巨大的人间悲剧 因其持续时间长 规模大 直接导致中国各行业损失惨重 更加民不聊生 天朝军队所到之处 无不遍地瓦砾 残破萧条 呈现出一片凄凉的景象 所谓天堂也早已在洪秀权等人的奢靡享受下 成为贫困百姓们永远实现不了的南科一梦 关注我 了解更多中国历史文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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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